成功国宗40多年老校舍陆续改建中 目前中校楼一起工程已经完工启用 二期工程和仁爱楼正在动工 预估年底可以完工 最后一栋校舍信义楼也期望在10年后能够改建 让校园整个都能焕然一新 走进成功国宗校园变得有些不一样 由于地处中正公园 学校希望能达到校园公园化的视觉感受 中校楼一起工程101年已完工启用 二期工程和仁爱楼目前正在动工 用起来不错 看起来视觉效果也还不赖 因为我们就是音乐班 然后现在教室就有钢琴 就平常可以在教室练 看起来比以前还要好 变得很漂亮 然后就是比较新的感觉 走廊变欢乐 教室变大了 同学用得舒适 40年老校舍将陆续改建 本下的老旧校舍改正工程完成之后 整个建筑物的走道都变得比以前要宽敞许多 而且是也采用双走廊的一个规划设计 整个外观的颜色 我们是采用红装的颜色色调来做规划设计 整个看起来会非常的美观以及新颖 最后一栋校舍三十多年的新一楼 学校也期望在十年后能改建 让校园整个都能焕然一新 记者郑君云采访报道